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K老师! 这一集要介绍的主题是 108课纲的内容 大家对于108课纲有什么疑惑? 还是升高1的你可以做些什么有兴趣的话 记得要去收看下集哦! 那考完会考之后呢 紧接着面临的就是高中朝的沸沸扬扬的 108课纲 到底108课纲是什么呢? 对你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会影响升学制度吗? 那这部影片会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介绍108课纲的内容 再来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解决大家对于108课纲的迷思 再来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升高1的你可以怎么做 如果你想要更了解108课纲的话 那就继续往下看啰! 第一个呢就是108课纲的介绍 那谁会用到108课纲呢? 只要你是92年9月1号以后出生的同学 基本上你都会遇到108课纲 而108年入学的小1、国1跟高1 在108年的时候 就会使用新课本来上课 影响约为62万名学生 那108课纲呢 在108年8月1号上路 在10月份的时候呢 会遇到第一次断考 第二个呢就是课纲是什么? 课纲呢其实白话而言 就是用来决定你什么时候要学会这个科目 你需要学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一个礼拜要安排几堂课 那了解课纲之后呢 我们就想要知道说 为什么课纲需要做改变? 其实课纲需要做改变的原因呢 跟知识的更新周期有关 知识的更新周期从以前的80到90年 曾进行的30年 甚至5年 2到3年等等 所以我们的课纲呢 更改的速度必须要跟上 才能够因应这个快速变迁的社会 从以前到现在呢 我们总共经历了三个课纲 第一个课纲呢 是九年国民义务教育 这个也是所有课纲里面实行最久的一个 他从民国57年开始 历时33年 他的主张呢就是培养知识 举个例子来说呢 他就会告诉你 鱼很营养 所以叫你要去吃鱼 而这个阶段呢 就是九年一贯 九年一贯的主张呢 就是培养带走的能力 以刚刚的例子而言呢 他就会变成 与其给你鱼吃 不如教会你教育 再来第三个呢 就是12年国教 12年国教呢 也就是所谓的108课纲 108课纲主张的是 素养导向的教学 以刚刚的例子而言呢 他就是让你 爱上吃鱼 你就会自己想办法抓到鱼 或者是让你找到你自己 其他喜欢吃的东西 再来第三个呢 就是各个阶段的变化 在国小呢 变化是最小的 他只增加了新著名的课程 在国中的部分呢 则增加了 城市设计与逻辑思维的课程 还有数位阅读素养 比如说如何判断假新闻 等等的议题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生涯规划 生涯规划会帮助你 去选择一个 最适合你的特色高中 那第三个阶段就是高中 高中变化就比较大了 他从必修的160学分 变成必修只剩下118 加上62学分的选修 也就是说呢 有三分之一的课程都是选修课 除了课程的改变之外呢 高中还必须要制作学习历程 学习历程呢 其实就是你升大学的备神资料 那里面会放些什么呢 他会放一些你的修课记录 你的报告 你的作品 你的实作 或者是你的论文等等 那以上呢 就是108课纲在各阶段所做的改变 第四个呢 就是108课纲的重点 108课纲的重点是素养 素养是由 知识能力 跟态度三者所构成 比如说我们在课本上面 学会了 机率与期望值 这就是知识 那再来呢 如果你能够把这些学到的知识 跟生活做结合 比如说你能够算出一张 瓜瓜乐的期望值是多少 那你就拥有了能力 最后呢 也许你对瓜瓜乐彩券变得相当有兴趣 进而研究相关的资料 成为一个 瓜瓜乐彩券的达人 最后呢也许你就成为一个讲解相关产业的YouTuber 这就是态度啦 希望看完以上内容 你可以更了解108课纲喔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内容 可以去参考下集 我是K老师 那我们下次见啰 掰掰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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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